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葉 我們現在來打一下七瘋王的哉二級喔 那這邊來幫大家實戰一下絕劍有技 對 好像從一開始開放到現在我都還沒有實戰過嘛 再等的就是這一刻 第二周同仁可以幻化 以及亞絲娜的部分 也可以出現忌惡的那個聖母聖勇 好 那這一隊的話 羈絆會很常用到 就是這個-CD 然後頭的話帶九瘋龍克是因為他可以用追打次數 來累積那個龍脈營能量 這樣可以達到有技無限開招 以及無限龍科之力的效果喔 我覺得還算不錯 然後這一隊的話打起來其實很強 也還不算不舒服啦 但是專注度要拉的稍微高一點點 如果你想要試試看的話 在關卡裡可能要稍微小心 精神集中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帶上了另一隻沉睡騎士的朱涅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一隻狂戰士補師 亞絲娜 同仁的話 你就當作還原劇中 那個同仁在門口幫其他人擋住其他工會的成員 不然的話前面三隻 就是最後聖母聖永篇的一些主角 關鍵人物 好啦 那總之這邊我們出發 剩下就是邊打邊講解喔 好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我們先把火珠放到左右下角去 然後大力轉一回合 好 那有技的話他有一個燃燒傷害 減到1的選項 這邊可以稍微正常轉 不用擔心喔 好 然後轉的時候盡量都以那個正副隊長直行喔 因為還會在天降 好 第二回合這邊的話呢 我們抓著有技的角色珠 然後就不要去手銷到 然後火也不要手銷到 好 這樣 OK 好 那副隊同仁的隊長技有一個combo攻擊提升250%喔 這個也是會讓傷害變得非常的巨大 好 來 接著第二關 第二條血啦 這邊我們先偷一回合 如果有卡三屬就趕快去把它弄出來 好 一回合之後我們開有技 然後我們去把三屬連擊轉到相等 就分別是水火木 好 我們有技的角色珠就不要手銷到 這個可以觸發一個-CD 剛剛有提到過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 有沒有看到這邊的話呢 其實龍科就已經被你的追打擠滿了 好 那龍科開下去 ALO 又可以CD-1 好 那等於說有技這個 欸 龍科之力開下去 他就馬上又跳起來了 好 來 第二關這邊的話是小怪 那這邊如果你要執行我剛剛那個操作的話 是可以的 就是開龍科之力 然後開有技 好 那這邊可以消的只有水木光 啊 我們這邊剛好要分三回合去把他帶走 因為等一下需要做幾那個混沌值的動作 好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去消水木光 好 我們先消水的跟光的好了 好 啊 剩下我們就都不要動到這樣子 好 OK 好 然後等一下那個龍科又可以滿一次喔 非常的迅速啊 好 有沒有 這樣龍科就又滿起來了 然後有技一樣又會CD-1 好 然後你龍科自己開下去 他又可以開招了 好 來 接著這邊的話呢 等一下是要手銷全木 不能手銷新 這邊的話我們先偷一回合 然後同仁有跳的話可以先把他打開 好 來 接著這邊我們可以再做一次這個動作 好 來 接著我們就是要去手銷全部的木珠 然後不要銷到新這樣子 好 OK 好 只是說等一下碎鍊那邊我們要借一下亞絲娜的力量 就不能再用有技當隊長了 因為有技當隊長 超過11c的話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我們先開同仁的祭二切換 然後我們切換成亞絲娜 好 來 接著我們開珠孽 好 接著開絕劍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把同仁關掉 來 接著我們開龍科之力 好 這樣子的話 左上角混沌就被擠掉了 然後我們這邊要做的就是 去疊水珠 然後把五鼠牆轉到位 好 最後也記得停在那個紅綠燈裡面喔 好 這樣子 OK 就剛好是8c啦 然後下一關的話 是碎裂加15c 所以我們就是要 藉由這個亞絲娜的疊加C數隊伍技 來做到一個輔助的效果 好 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我們就開亞絲娜的祭一 去還原一下這個碎裂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抓有技的角色珠 然後不要手消 一樣是大力轉喔 好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 把C數拉到最大喔 好 好 有沒有 這邊就直接超過15c了齁 完全沒有問題 好 來 這邊就直接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是光暗星連擊同等盾 那這邊我們要拖兩回合 如果有卡住的話就是趕快去把它叫出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同人有跳我們可以把它補回來 好 那我這邊稍微想一下 偷一下 等有技的技能跳回來齁 好 這邊光珠不見了 那我們變成去綠一下光珠 好 然後等一下去把光暗星連擊轉到同等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開有技 好 然後去轉到光暗星連擊同等 有救命中 There may be 這樣子就好 OK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我們把 it 吭 於是會把光珠還 aan OK 我撈抖過去以後來這邊就可以用到 把它算一下 如果可以弄到10顆就好 你也不要弄太多出來 因為太多出來你反而不好疊喔 好 那這邊我們就去疊 木珠 好 這樣子 OK 好 那疊到之後呢 基本上就是抓絕劍角色珠 然後就是大力轉 不要手銷到木珠 好 這邊就都一樣 好 然後一樣就是盡可能去把這個C數拉高 好 那這邊同仁還開著啦 所以 你抓絕劍角色珠 它等於會幫你追打一個火 那火剛好有刻到敵人齁 好 來 接著第六關 好 來 第六關這邊的話我們開朱涅 好 來 接著我們開亞斯娜技一加技二喔 好 然後我們再補一個龍科之力 這樣就剛好又把混沌值吃掉了 好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去轉一個滿版就好了 好 這個朱涅的版面是固定的啦 所以要轉到滿版是非常容易喔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我們開同仁的技二 然後我們再換回絕劍 好 那絕劍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技能再開下去 然後就一樣抓著它角色珠 然後 然後 呃 去轉到數字二三齁 好 我看一下喔 六十二 十八 好 應該可以 六十二 然後 十八 好 這樣子 OK 好 然後等一下龍科之力又可以滿喔 我們又可以再做一次一模一樣的動作 好 那這邊絕劍有一個迴避 敵人是只要打到它就會反擊 那這個反擊剛好 四十幾萬啦 我們是扛不住的 好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迴避掉 好 來 接著第二回合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開個龍科之力 好 然後我們再開絕劍 好 那這邊的話一樣再去轉一次 是二三 好 我算一下喔 六十二 好 應該是可以 欸沒有沒有沒有要看清楚 六十二 呵呵 突然變得很緊張 好 應該可以 好 這邊 對 所以說玩這一隊就是專注力要拉很高齁 真的拉很高 我沒有騙大家 好 OK 來這邊就把剩下的百分之五十帶過去 來接著第七關 好 第七關這邊的話我們再開龍科之力 好 然後再開絕劍 好 這邊的話就是抓絕劍角色豬不手銷 然後也不要手銷到水 這樣就可以了齁 好 轉直行稍微吃個昇華 好 這樣子 OK 好 那因為是固定十一啦 對面要的九就可以輕鬆突破了齁 好 來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八關 好 第八關這邊的話我們先去偷一回合齁 先讓他打過來 好 來 這裡有一個弓前盾 好 那打過來之後剛好可以變成反過來了 就是直接先開絕劍 好 然後接著第二回合的話呢 我們在 不是第二回合 我們在開龍科之力 這個第二個動作 好 來 接著我們就是抓絕劍角色豬 好 這樣 OK 好 拼圖的部分有無視齁 所以就不用擔心了 好 來 這邊直接帶過去 還打了一個破罩 好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 我們要轉五組不一樣的珠子 那你就看好有五組不一樣在轉齁 來 水火木 光卡座的用心替代 好 那水火木 心暗 好 這樣剛好有五種 那有確定五種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開絕劍 然後再開龍科之力 好 一樣 抓角色豬不要手消齁 好 這樣 OK 好 這樣轉到五種不一樣的 就可以直接垂過去了 完全沒有問題 好 接著來到第九關 第九關這邊一樣齁 開絕劍 然後我們再開個龍科之力 好 轉完的時候就停在那個火焰地裡面就可以了 好 這樣 OK 好 這邊就不要去手燒到火珠 好 來 這邊直接垂過去 沒問題 OK 好 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開豬孽 去把他這個凍結豬炸掉 來 接著我們開絕劍 好 再開個龍科之力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只要去正常轉就好 因為這邊有紅綠燈 所以沒辦法再抓角色豬了齁 OK 這邊先帶掉一階段的血量 好 來 接著二階的話 這邊我們開雅思納的忌餓 好 來 接著我們就是抓雅思納的角色豬放進去一下下就好喔 放到格子裡面去 好 好 那雅思納這個主動技齁 也是剛好11C啦 就是聖母聖勇雅思納版本 那也可以剛好有一個迴避效果 這邊敵人反饋過來4萬 你會看到左上角瞬間出現骷髏頭 可是 我們迴避掉了 完全沒有問題齁 好 來 接著第三階段 這邊有一個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先把同仁關掉 因為四階有附加消除 好 來 接著我們開絕劍 好 來 接著我們再開龍科之力 好 那這邊就抓角色豬放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就一樣垂過去 完全沒有問題 好 接著來到四階喔 那四階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先把同仁打開 好 打開之後呢 我們開絕劍 然後再開龍科之力 好 那這邊就是不要去手銷到那個水豬就可以了齁 好 這邊的話我們先去正常轉 好 記得喔 就不要手銷到水齁 好啦 這樣子就好 不要要求太多 欸 可是我還是想把他 好 這樣 OK 好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去把四階收掉 沒有問題 好 接著就來到最後啦 那最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把絕劍打開 好 來 接著我們再開個龍科之力 好 去把三屬轉到三個十字 這樣子就可以了齁 龍科之力開下去有延十秒啦 所以這邊就慢慢轉了 好 我看一下水火木 好 OK 插一個火 好 這邊 十字就不要抄出去齁 我們就真的只轉三屬十字就可以了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是絕劍有技 搭配我們最新的煉化 幻化 同仁亞絲娜 過這個七風災厄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譜